如果人物被暴头打没血会直接淘汰会怎样 现如今只要是组牌 被枪械或者投之物打没血都是倒地 假如被暴头打没血是直接淘汰会发生什么呢 一 刚枪都会苗头打 这样一改暴头就会非常有优势了 不单单能快速将敌人打没血 还能直接将敌人淘汰 即使今天有队友也于事无补 玩家肯定会更注重暴头击杀 所以不管是在平时的训练 还是在真正的实战中 都会尽量瞄准敌人的头部来打 好获取最大的收益 二 单发狙使势力加强 这样一改对枪械也会有很大影响 其中对单发狙影响最大 因为单发狙都是靠暴头来打伤害的 打身体是很难击杀敌人的 而单发狙暴头很多都是一击毙命 所以到时候只要单发狙暴头把敌人打没血了 都是直接淘汰 这样单发狙的威胁就太大了 三 自救气大削弱 在现在的版本基本所有伤害都是击倒 不会产生直接淘汰 所以很多时候自救气相当于多一条命 可现在暴头是直接击杀 那自救气在很多情况下都没用了 简单人也会大大减少